好的 這邊觀眾提供了諾所思 好久沒有看到諾所思了 要來通關我們這次成為起源的奴仆全新的地獄集 那我們這邊就來看一下怎麼通關吧 第一關是大魚等於六康 他左邊就是一直把你風化 去影響你的轉租路徑 基本上就只有這樣子啦 因為他只要在右邊那隻死亡之後 左邊他就會自殺了 所以他的功能就是僅限於把你風化這樣子 好 這邊第一關帶走 來接著第二關齁 第二關是不能手消到暗 那他是黑白珠 這邊的話其實可以洗技能啦 只是對面是越攻越想出死攻擊 大概2萬5左右 那你洗技能的方式就是去消暗珠 因為他只會吸收傷害他並不會有反彈 喔 這邊直接開龍克 是延遲嗎?ok 對阿 這邊直接開龍克延遲齁 好 這邊沒有暗珠 一個六康 ok 帶走 來接著第三關 這邊諾索斯不怕毒齁 所以就 對 慢慢耗 等他工錢打過來就好了 等他工錢打過來就好了 好 這邊水珠有一個漂亮的碟道 好 這邊就直接帶走啦 來接著三屬盾線齁 然後他有一個點燃 欸 更正是三屬強化盾線 好 這邊開諾索斯牌珠 好 這邊直接開 魔魔王的惡技齁 好 轉強化 合力解牙在這時候派上用場 不過這邊沒有點燃齁 所以一樣是去硬灌的傷害 好 這邊打了39億出去 來 接著第四關 好 這邊手消多種減傷齁 他其實第一波就已經 把對面打到快掛了 好 所以這邊是打換洗技能嗎 沒有 他這邊關開齁 關開鐵扇 這樣子就只有消一種 也不會被減傷 OK 好 接著王關 王關這邊是因為 諾索斯的隊伍技啦 一樣是嚕過去那個石化 就會解除掉齁 所以也完全不用害怕這個盾 好 來 接著二血這邊 二血這邊是會根性變強的 這邊開了也是諾索斯 拿回吸水 來回自己的血量齁 好 轉強化 木珠跟暗珠還可以再切一組出來 好 沒有 多切一組木珠齁 不過傷害應該是夠的 好 來接著變強 好 那這邊的話 先感謝觀眾提供這個 諾索斯全木齁 來給大家做參考 那也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就等最後的傷害出來吧 好 OK 那他最後也開了龍克齁 OK 我們就準備下一部影片見啦 大家掰掰